我們兩岸會說是文化同漫,以文相公,生活習性相近 但是由於歷史的因素,現在兩岸已經發展著不同的社會輸出跟生活方式 但是都具有中華文化的拓設跟魅力,以此相互尊重,也相互扶持 那麼兩岸,我相信,透過優勢復服,相互提升競爭力,一定可以創造兩岸更大的福祉 讓我們中華文化的實力,也透過兩岸這樣一個過方面的交流活動 一定能夠得到世人的景點 我相信,只要兩岸加強交流活動,彼此相互扶持 一定為兩岸的人民福祉和平發展,跟全世界的和平,會帶來非常大的貢獻 所以我要在這邊特別感謝我們指辦單位大佛福今天舉辦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多 floats給個人召喚非常多,也感謝大家共同來參與 我要祝福今天的大會 圓滿 祝福兩岸和平發展 祝福世界大佞祝福所有貴賓好朋友 祈祥哥倫盟生日快樂 謝謝 谢谢大家 谢谢我 今天期待 是韩国的总长 这位先生 接着就是我 她的第一个报告